另一方面针对台风灾情 监察院今天决定至少要动员20名监委 共同调查防灾工作有没有人为疏失 监察院长王建轩亲自举行记者会 表示绝对不容许行政机关藐视监察权 这一次一定要对失职的单位就责到底 看到莫纳克台风在南台湾 浪成如此严重的灾情 监察院也大动作决议 由副院长陈敬丽召集内政国防财经交通四个委员会 至少动员20位监察委员 共同来调查防灾疏失 监察院长王建轩表示 不容许行政机关藐视监察权 查了以后我们也不会就此罢休 你一定要有相当的改善 你不改善就要弹劾你 弹劾一次不完继续弹劾 王建轩说看到台湾一再发生这样的事 让他气到想骂人想砍人 政府如果多一分注意今天不会这样 有监委更直接点名水利署没有善用治水预算 监察院认为这一次台风凸显长期以来 政府治水成效不张 相关机关全责不明 救援机制失序 无法发挥预警功能都该有所改善 但是考量相关单位仍在前线救灾 将等救灾告一段落 再进行冤巡等调查工作 记者王岐如沈志明台北报道